前衛生署長楊智良在媒體前亮出手機 因為這段群組聊天記錄曝了光 同為前衛生署長的葉金川 在群組中針對楊智良日前宣稱 染疫醫師爬爬燥應該開除的言論 痛批連失智症病患都沒有亂講話的權利 要楊智良別亂講話 楊智良則是反向 這到底是什麼世界 是頭殼壞掉了嗎 更說再講就要罵三字經了 難道兩位多年老友真的鬧翻了 我跟這個葉金川恩怨情仇數十年 我們兩個講話非常直白 然後每一次兩個人鬥嘴 所有群組人都很非常安靜 是他比較嚴重呢 還是那個駕駛人比較嚴重 強調兩人認識已久 在群組中鬥嘴是家常便飯 不過楊智良批評應該開除染疫的醫師 不滿的聲讓從身邊好友到醫護團體 通通強烈反彈 無論今天楊前署長他要不要道歉 他都已經做了最錯誤的示範 我們也希望口水戰可以就此停止 所以我們還是會認為楊智良前署長有道歉的必要 醫師公會全聯會的這個發表的文件 我非常佩服 他說醫師很辛苦 制度防疫做得很好 但對台北市醫師公會我很有意見 剛剛台北市醫師公會好像有要求您道歉 他要道歉 這樣是好醫師 這樣子可以防疫 他應該道歉 這樣的話大家都不相信醫師 面對各界批評楊智良還是堅持己見 是失言還是忠言 民眾心中自有一把尺 韓宇星王在前林凱倫 台北報導